郭文贵 郭文贵 谢谢大家啊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常桂田 我是王沛媛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 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不好意思 我这千许两句到他这艺术家了 请你强一点 不瞒大家 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还比我多 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 我看你怎么往下加 怎么多 我有一对双胞胎 没超生 好 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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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好爸爸 加 都是自己同志 没关系 有多少说多少 这个不能加 这怎么不加了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这爸爸有多嫁呢 这什么都往上嫁呀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我爸爸老革命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打仗是我爸爸受我凶章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团长了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七纵队的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 感情你爸爸是国君啊 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君啊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呦 现在我才搞清楚 我爸爸是好人呦 我爸爸是坏蛋 那是过去的事 不能这么认识啊 过去的 历史嘛 应该客观地认识历史 是的 这么说 你经常听你父亲 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吗 那这么说 你经常听你爸爸说 淮海大战的经过 淮海大战你了解 淮海大战你清楚 甭说你清楚 甭说我了解 当成各位这样 咱俩把咱知道的 给大家介绍介绍 怎么样 好啊 让朋友们共同回忆回忆 过去历史的今天 好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咱俩是一反一正 反正都是他们的事 好 开始啊 来 在 很久 很久 很久以前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怎么改阿拉伯了你这个 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过去的事啊 你说具体年头啊 在公元一九四八年 也就是民国三十七年 在中原大地上 在江淮平原上 展开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我爸爸那头管的叫徐蹦会战 我爸爸说这场战斗在世界军事上绝无极有啊 我爸爸将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呐 在战斗当中 解放军集中了七十万部队 当时我爸爸为了赋予抵抗 纠集了八十万军队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是江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战斗大响之前 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江总裁布置防御措施 也是通宵打蛋 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 毛主席怎么说的 我们的世界是真意的世界 真意的世界目的一定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哎不对各位 怎么了 他这表演失真了 哪点失真了 仗还没打完怎么政府就成立了 这不失真了吗 对啊 什么对啊 对啊 怎么对啊 灵秀嘛 灵秀就得有超前意识 哦 这叫超前意识 哎 那么江总裁也赶紧发布全力 他早说的 他早说的 这个 仰西片 许崩伟赞 只许成功不许死白 不成功则成人 这个 仰西片 哎不过 不过这委员长怎么竟骂人呐 这也就要超前意识 啊 他一算账打不赢急得直骂 哎 当时啊 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了一段小快板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几句顺口溜 哎 哎 要立功 您上牵线 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 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哎 当官好 当官好 穿皮鞋 戴手表领个小妞晚节套 等等等等 这什么才人 当时就怎么说的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这时候进攻开始 我们展开了盟里的政治共识 我们当官的就怕这手啊 江家弟兄们 你们听的 不要听不要听 年火毒生耳头不要听 江家弟兄们 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我们听不见呐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假装听不见 蒋家弟兄们 赶快投诚吧 不要再被蒋家王朝买命了 什么投诚 别给我们弄立个愣了 我们当官都说了 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那是造谣 解放军宽待俘虏 真的假的 说话从来说话说话 那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哎 伙计 我听你的口音怎么耳熟 哎伙计 我听你的口音也不耳声啊 我是高家转的 我是蚂蚁盒子的 蚂蚁盒子 蚂蚁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您打听谁啊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哦你说二狗子他爹啊 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弄 拎起来那是我表哥啊 哎呦 哈哈哈哈 这是越说越近了 要乱起来啊 二狗子他爹 是我表侄啊 哎 去 各位您看了吗 这可不能表演了啊 怎么了 成桂田占便宜想法吗 没点占便宜了 什么怎么出来辰了 不 事实就是这样 去去去去 战场上不能谈亲 各亲各论 哎我说辰啊 我说输啊 我说输啊 哈哈哈哈 我还乐一叫他 咱们可是老乡啊 啊 可不老乡嘛 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的 哎你哭什么呀 实话跟您说吧 我三天没吃上饭了 快过来吧 豆子都给你们蒸好了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好尝的鼻子啊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吹响了 嘹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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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包 就在这时候 一块蛋片叮进我爸爸臀部 三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爸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他爸爸一翻身 我爸爸光机躺在他爸爸身边 我躺这儿了 你不是说解放跟幽带夫罗吗 哎呦 哎呦 伙计 老哥 你过来了 不过来哪行啊 这时候我爸爸用深切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伙计 老哥 你说 这个仗要是不打 该多好 那我得烧八倍的高香啊 盼着吧盼着 总会有那天的 是的 会过上好日子的 我等着呢 到那个时候 我娶个媳妇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 我让他给我生个儿子 我让他给我也生个儿子 我给他起门叫长鬼田 我给他起门叫王佩文 让这小鹤俩说相 让他们共同表演 从这以后我爸爸是转战南北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南北转战 我爸爸赤城千里 我爸爸千里赤城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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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枪打我爸爸 你怎么改了反正花了 行不行吧 行 你接着来 到了后来 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到了后来 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我爸爸建立了小家庭 我爸爸建立了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 后接的婚 这个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爸爸是 去